新材严选生活精品 朋友们好 我是Kevin 秉持这帮消费者好朋友 找到CT值比较高的产品 在这个中子 我们在几年前引进日本品牌 朝日木作 其实这个品牌 它早期是在日本爱知县 它现在还有一个工厂 叫吉川工厂 就在爱知县 它为了要它的产品 更能够为大众所接受 因为老实说 我们卖的一直都是 比较日本高端的商品 我就说我曾经去跟日本 我们代理过品牌的社长聊天 坐在他们的 应该是东京的一个门市里面 然后他就说 其实从外面走过去的这些人 东京的社长 另外一个牌子 那个社长在东京的门市 他就说其实走过去 这个店门口走过去的 绝大部分不是他们的客群 因为他们在日本也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产品 其实老实说 我一直认为台湾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不论是物价 不论是交通治安 经济环境 其实我都一直觉得台湾很棒 我们真的应该多爱台湾 这个是题外话 我在日本 我也去搭他们的捷运 我看到一般日本的大众 我不觉得他们是很轻松的 我一直都认为他们好像比较沉默 比较拘谨一点 那台湾有多一点 有多一点轻松自在 事实上那个痛苦指数 台湾确实也比他们还低很多 这是题外话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代理的几个品牌 即使是在日本 也是比较消费高端的人才用的 那Acai Wood的这个品牌 他们在几年前 他们就整厂输出到越南 在越南设厂 后来我找到他们的产品 几年前我找到他们的产品 那因为我们做木桌家具 也有一段时间了 老师说 木桌的好坏 我们多少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鉴赏的能力 那个时候看到他的产品 老师说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以那个价位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入门 也可以享受到日本的品质 当然他的产地是在越南 我跟他们了解过之后 他们确实是 有很大的一群人 设计师还有工厂营运的一些主管 都是日本派出过去的 那他们好像都在越南当地 都派出半年以上才会轮回公司 然后再派另外一群人 甚至于Acai Wood的创始 原老的儿子都在越南这边储藏 那后来卖了一阵子他们的东西之后 老实讲 我觉得品质都是可以信赖的 那在两三年前 他推了两个新的系列 一个叫Airbase 就是最轻的石木的椅子 还有一个叫Milestone 在台湾反应我觉得是还好 没有当初的Brigid那么热烈 可能是他做得比较纤细 他的涂装也是比较特别的是皂装 就是最轻微的涂装 我一直说 其实越没有涂装的 他必须要做到 他的表面的处理 要处理到更精致 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去覆盖在上面 你摸到的就是他最原始的感觉 那所以其实他 他触感跟油妆 或者说PU妆 触感上他更原始 所以可能台湾人 比较少接触到 这种皂装的产品 我认为他的精致度 其实是不错的 那两个系列是他 大概两年前到三年前 我忘记实际上的时间 就在两三天前 我们收到他最新最新的一个系列 日本厂 他是由两家在越南设厂的日本公司 比如说一起生产的 一家是专做桌板的 那另外一家就是做游浴局跟Elegance 他们就做椅子跟沙发 那我看Orientail这个系列 他最主要就是白象跟胡桃木 两个木种 老实说我认为白象跟胡桃木两个木种的家具都算是比较高端的系列 尤其是他的沙发 他的皮料用的很多 他的椅框的木架也是外露的 我一直蛮喜欢沙发的椅框是外露的木框 这个样子他在做木框的时候 他在做椅框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把它做到跟一般的餐饮的精致度是要一样的 所以他就比较费工 那虽然他的椅框是外露的 可是事实上他又外露在皮革的外面 可能我会附上图 我认为这个工法是比较麻烦的 然后他的皮革的用料其实也蛮多的 我认为是一款算是很漂亮的沙发 但是美不美这个都是主观因素 那我看的结果是 我觉得我们已经收到了 我们已经收到了部分的商品 那天来了一个试试试会 我也拆开来看 我觉得以造型还有品质还有用料来看 我觉得都算是一个不错的商品 严格说跟现在日本的品牌 像大家比较认识我们公司的其他品牌来讲 它的价位是比较容易入门的 我认为也是一个CP值算是蛮高的系列 那因为刚到而已我们也陆陆续续的在上架当中 各位旧与新知的好朋友 都可以到我们归位去看看 我觉得是一个很兼具东方美学跟西方美学的一个结合体 然后它也结合古典跟现代的设计 各位也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看看 是一个还不错的品牌 还蛮内敛的 它不是很张扬的设计 我觉得也是那种静静的 让人家感觉宁静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在居家环境是还不错的选择 大家可以试试看 跟各位做个推荐 因为刚到的产品 那数量也不是很多 刚开始我们都是属于try order 每一个款式都不会有太多的订单 那看看市场的反应 当然最主要是先我们筛选过 以我们的多年经营木桌家具的一些看法 来挑选这些商品 等于说有经过我们的把关 当然是不是被消费者所接受 还是要实际上架之后 一段时间的消费者的接受程度看怎样 我个人觉得算是一个中高水准的产品 那价位也算是比较容易入手的 如果说您最近有要采购新的家具 它是一整个系列的餐桌 餐桌有沙发还有柜子 那您都可以列入参考 如果说符合您的预算 还有您也认同它的品质 跟它的美感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个系列看看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我会附上它的一些图 那也会给一个连结 大家可以先上去看看 那如果要体验实体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柜位去实际上去 去摸摸看 去试坐看看它的舒适度 我坐过其实 我就说日本的椅子 几乎没有坐到不好坐的 乘坐的感觉 几乎没有坐到不好坐的 都是在伯仲之间 那这张椅子乘坐的舒适度也相当高 那各位可以去看看 餐里有两款 沙发也有两款 那柜子也是有两款 可能还在渐渐完备 它这个系列的阵容 那都推出两款两款 那其实都可以去体会看看 餐里一张是皮坐垫 一张是石木坐垫 就是葫萄木跟白项木 那都有不同的喜好的客群 我遇过一些好朋友 他就是喜欢石木坐垫 连那个坐垫它都是要十米的 那他两款都有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 尸体归位去体验看看 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归位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